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5日 今天市場有明顯的下跌趨勢 起點我首先要講講一件事的問題 就是我們今天想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對於一個市場 我們如何評論它會不會向下跌趨勢呢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保利加通道 保利加通道在這裏 如果你看到它見頂的 你上到去的就繼續上 上不到的就要跌下來 像這裏一樣 在這裏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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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它會問它能否繼續上去 可以的 像這裏這樣上去 上去之後 你沒有力量上去 你就要下降 同樣就像這些 如果你真的要跌穿 你要勁地跌穿 那你就可以真真真情地 開展了另一個所謂的水平 在這裏 如果大家真正肯要反映看這裏 這裏不升了 這裏不升了 這個禮拜你沒有理由 你還認為是薄距的 在技術走勢上 凡例出現如果有三個走勢 這就是所謂的趨勢 趨勢的話 接著就會繼續下去 好像這裏有三個之後 會去第四個 然後到第五個就反彈一下 之後就這樣下來了 所以在這裏最重要的是 在大事的時期中 不要自己有自己的心意 是認為我拿了貨 我認為市一定會升 不是這樣的 你拿貨要不拿貨 市的升升跌跌 不因為你拿貨的多少 而是由左的左押 好 看回大市 今天很簡單 這個是265 顯然失守 然後到261 這個261是現時的價位 其實最低就不止到261 在這個日線圖上面 我看到曾經一度是下破了 這個保利加通道的下支次 放大一點來看 從270開始 來到現在這裏 下支次多少 曾經是26 這個最低位是262 這個是14的 有時跌穿了262 2.14 曾經看到我印象的 好像今天最低是258 這個位置 如果行主的話 這件事根本就是260 這個位置算到了 接著會怎樣呢 另一個下面的位置 可能我們要看 就是250 那會不會到 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只能看市場 今天主要討論的股票 就是有關於 那幾隻是這個所謂被人 有機會被是 叫他們要受到反壟斷 來制裁的股票 有關於反壟斷這個樣東西 我在今天的文章裡也有介紹過 其實反壟斷不是一個新鮮的東西 在這個中移動就被反壟斷過 現在還為它而立了一個反壟斷法 因此中移動只可以造極的 就是叛逼中國 百萬之五十的市場 那它如果還要做得更慘的 就是說 到了以後 因為現在還有一件事 凡是其他兩間公司電信公司 借用中移動的網絡 是不用付錢的 而這個中移動 它要用那兩間公司 就是這個聯通和這個中移信的網絡 就需要按次收費的 是用到這樣來做反壟斷都可以的 很簡單 那你這個是所謂這些東西 很多人認為一個大到不能賭 其實我們已經有很多的資訊 在過往的一段時間都說了 是不能大到不能賭的 因為大到不能賭 你就會是怎樣呢 就是影響到國家的穩定性 安全性 任何一個是富可敵國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都講明給你知的 富可敵國是不行的 現在最大一個富可敵國的人就叫石崇 我不知道和我有沒有關係 不過就應該沒有了 因為此人第一就是貪污很多的 還有一樣東西 一樣就是此人就是很餓過 很好吃 然後也十分殘忍 由於他的仆人 投入了做一個快丁丁粥 快閃粥的方法出來給人 他殺了仆人 這些就是知識產權的保護 都算是離譜了 好了 騰訊 我們看看 這裡找到大手買賣方面 你找得到 都是佔了較多人 在這裡 昨天是很多錢流出 今天少少錢流出 是不是已經是叫做流出完呢 我估計不是的 在這點裡面 還有一個慢慢會要 細水長流 因此騰訊方面 我沒有錢 今天比較好多的股價 股價的股價 股價都是比較 可能是嚇到有些人 就說有沒有那麼差 我又不知道有沒有那麼差 儘管大家又有一個心理準備 大家知道這點就好了 現在它是565 可以看是530 跌穿了保利加通道的日線圖 以前還沒有跌穿的 一直都沒有跌穿的 到這裡也沒有跌穿的 只是這裡有跌穿過的 之後以前一直都沒有跌穿的 曾經升穿就沒有跌穿過的 不過今天是跌穿過了 好了 再跟著之後 我們看看美團 美團為何會在這個 所謂有跌穿著 大都不能倒 它送東西而已 是的 它送東西 不過另外它想做這個又送 又送做這個又做那個 那做完之後 那怎樣 哦 這個所有的是 團購活動的東西 你全搞了 即使是團購活動你全搞了的話 那其他人做什麼呢 沒有 沒有的時鐘那怎樣做 那時候人家失業 你就賺到盤滿盤滿 不是人人賺到盤滿盤滿 是一個人 那個老闆賺到盤滿盤滿 那就慘了 美團將會怎樣呢 分分鐘 因為已經有人投訴 喂 它的送飯的哥哥仔 是真真正的很辛苦 趕頭趕命 很牢碌 交通意外高 還有一件事 就是會有一件事 就是他們的資金 薪金很低 那也不叫你 提高一些薪金 提高一些薪金之後 那你可能一分鐘就是 做一單 試一單的 那怎樣呢 所以 很多人認為美團 哇 很厲害 很厲害 14億人 我們要去送食物給他 那我便很發展 那你想想 如果就算14億人入面 如果發展度度是有13億人 另外一億人去送食物的話 你將會怎樣呢 生意怎樣呢 錢會怎樣呢 或者 你請到那麼多人之後 他要求你 每度你可以賺到5毛錢 他說你給人工給4毛錢 那你怎樣呢 所以在這個過程裏面 很多人以前就會看一件事 美團會賺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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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找不到 蛤 你的成本怎樣看呢 那一樣都是這樣 大手臂什麼東西 現在講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留意 市盈率是600倍的 因此這個回落起上來 是真的不同人敢品的 我給這個目標240 和這個277和240 其實已經可能會是少一點 在這點裏面 今日美團還未跌穿 保利加通道的下族 不過我想都是假如時日 京東健康 京東健康上來之後 由於很多指數 說會納入成份股 所以這幾天一上市之後 馬上就會好表現 似乎 不過表現已經慢慢收水了 在這點 這個是小時圖來的 因為他上市沒多久 沒幾天人命 來到這裡之後 這個突出之後 其實去到這裡已經要考慮 是會慢慢的 一定是沒有位置走的了 就會下來下來 京東集團 她媽媽找得到 一直都很好 到今天 是有資金流出 在這點 我們又看看 只能在整體來說 一直在周線圖上 媽媽已經去到這裡之後 已經一直滑跌下來 那為什麼不走貨呢 到了今天 沒得好說 所以我目標價在280元 現在是300元左右 跌穿了保利亞通道的下資池 然後放大了來看 跌得最明顯了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這幾天的時鐘 在日線圖上 今天是在挑戰保利亞通道的下資池 這個位置是244元 現在是在挑戰保利亞通道的下資池 這個位置是244元 和這個位置只差1元左右 這個位置是支持了 今天要推介的股 就是春立醫療18500元 推介的原因很簡單 今天是有龐大的資金流入 那為什麼會流入這些醫療股呢 很簡單 因為你之前的科技股 沒什麼好買 那些錢跑出來 就跑去找一些其他東西 不然再買雲南白藥嗎 那當然是買這些醫療股 醫療股在摩根斯丹尼 都是有持有它的股票的 它也是主要做一個很專門的 是骨科這方面的東西 骨科方面的直入關節等等 在這一點時鐘 就算是這些大量醫療採購 對它的影響都是有限的 你如果骨頭要就要就要的 那在這個價格方面來說 它已經在這裏下跌了 在這裏下流出了很多資金 然後反彈之後資金亦都流入相當之多 去追捧它 因此在這裏下跌 就可以看看它會否真的正在做底 可以向上來看 現在你看到已經在這裏下跌 希望可以升穿這裏上去 現在暫時它的價格是20.07元左右 望的25元 止蝕就是19.6元左右 這是短期的支持 現在這個股票的推介股票 由於今天的市道 比較上面是波動大 因此很多都已經到了止蝕位 若然止蝕的話 可以止蝕的 沒有什麼問題 就止了它 最後就是最重要的 這些所有的推介 都是作為做個參考 市場是經常變的 投資者一定要執生 要獨立思考 不要相信我 好,多謝大家